这一讲我们讲一下食臣还有公位 食臣 还有公位 食臣的话 比方说 一个八字 是吧 拍出来了 我们要给他定一下 定一下什么呢 什么正观 偏观 偏观有一个七杀 还有十神三观 正才偏才 这些我们写一下 第一个 我们写一下正观 七杀 十神 上官 十神嘛 就是十个嘛 正才 还有偏杆 然后正硬 偏硬 偏硬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十八个 还有 笔尖 结材 笔尖结材 一共有十个 一共有十个 那么这个偏硬呢 有的时候呢 它也叫销绳 也叫销印 这里面 还有条件 在什么条件下 它是偏硬 在什么条件下 它是销绳 这里面呢 一共是十个 一共是十个 那我们具体 具体怎么去排 怎么去定义它 我 我 生者 为 时商 是吧 生我者 生我者为 硬性 生我者为父母 这种 这里面呢 特子的 其实就是硬 就在硬性 我客者 为七财 客我者 为官尾 官尾 官尾就是正官 和七杀 是吧 官尾 与我 同行的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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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尖 同行的 比方说 那我们打个比方 咱们去理解它 举个例子 以目日元 是吧 以目日元 我生者 第一个 我生者为 时商 以目是什么 目生火 目生火 火是什么 一个 冰火 冰火 阴阳不同 它是为商官 以目为阴目 冰火为阳火 阴阳不同 它是为商官 那么呢 以目生 丁火 阴阳相同 阴的 生阴的 这里呢 就是 石神 就是石神 这里面 我们得看一下 戊土 以目 克戊土 我克战 我克战为财 它是财心 财心的话 阴阳不同 是吧 阴物 阳土 这里呢 就是为正财 极土 为阴土 就是为偏财 就是为偏财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鬼水 鬼水 水是生物的 那么就是为硬性 为硬性的同时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阴阳 鬼水为阴水 生的这个 以目为阴目 它是为什么呢 偏硬 为偏硬 那我们来看一下 润水 润水为阳水 生的是阴目 它为正阴 为正阴 然后呢 根经 那就是为正观 那阳经 阳经 克这个 阴目 为正观 那心经 心经为这个 七杀 心经 就是为七杀 心经为七杀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还有一个笔尖 是吧 为笔尖 笔尖的话 不要问了 以目 就是为笔尖 是吧 夹目 阴阳不同 是吧 它是为劫财 为劫财 为劫财 这个呢 就是 初学者 初学者 基本上 那个时候都要去背的 去理解的 去背的 那么 其实很简单一点 也就是什么呢 阴阳不同的 都是为正的 比如正财 正硬 正观 师臣 就是 除了冰火 是上官 然后呢 别的都是偏的 你看看 这个同性的 然后这个 阴阳相同的 偏财 是吧 偏硬 还有 其他 其他 也就是偏观 这个呢 去理解一下 理解一下就行 理解一下就行 我们打个比方 比方说一个八字 比方说今年是 任银年 是吧 任银年 只要说是 任银年 吉有月 吉有月 瞎写一个 比方说是 露山日 鬼害时 打个比方 有这样一个八字 有这样一个八字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需要 给它标出来 一个八字 你需要给它标出来 什么呢 吉土是什么 乌土 阳土 吉土是阴土 是吧 都是土 所谓比节 那这比节呢 还是这才呢 看它的阴阳 乌土为阳 吉土为阴 那这个吉土 就为节 就为节 那么看这边 乌土 这边是鬼水 土克水 为财心 乌土为阳 鬼水为阴 阳克阴 那这个是为正才 是吧 为正才 那么乌土克润水 润水呢 为阳 乌土也为阳 那这里面呢 就是为偏台 为偏台 那么看这边 银木 它是为七杀 我就写一个杀 它就可以 七杀 因为呢 银木是阳木 乌土是阳土 所以说呢 木刻土 它是为七杀 然后这边 有金 有金是阴金 乌土是阳土 这里呢 是为三观 乌土 到圣经 是什么呢 阳神阳 它是为 石神 为石神 那这边 亥水 同样 也是 财心 是吧 它是为偏财 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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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如此类 就是 以此为吹吧 所有的八字 所有的八字 都是经过这样一个 流程 你去把它标注上面 把石神 给标注上面 那最后涉及到 比如说 像这个八字 弄好了 那下面就是涉及到 怎么呢 去断 去润断 润断的后话 我们还是继续以这一个 以这一个 假设的八字 作为 举例 讲这个公位 公位 公位呢 首先一个八字抬出来 我们来翻 年 月 日 时 对不对 这个现在我们常用的 最常用的就是什么呢 这边是一个命兆 前兆 前兆 代表男命 宽兆 这个女命 对吧 宽为母 前为父 对吧 前为男 宽为女 这样一区一个区分的 区分男女的 男八字 他就是前兆 女八字就是宽兆 这种呢 是最常见的 还有的呢 还有的排八字的 是这样排的 是以 年 月 日 时 这种呢 比方说是 今天是 任一年 是吧 极有月 五神日 鬼害时 所以说呢 大家要区分一下 有的这个八字排盘宝 排的这个盘 排的这个八字盘 不一样怎么样 年月日时 多过一些古籍上面 可能也不一样 还有一种排法 还有一种排法 也是这样 年 月 日 时 比方说 是这样的 反而会这样 这样 人淫 极有 物身 鬼害 他们会 古籍当中 有的时候 也会这样排 当然了 你不管 不管你怎么去排 不管你怎么去排 你就是知道 怎么断 该怎么断 还怎么断 只是排法不一样 排法不一样 当然了 你不能就说 你不懂 不能说 拿了这个 看这个 什么八字 没见过 这个排法没见过 不用去论堂 这里呢 只是 仅供了解 仅供了解 不管你怎么排 不管它怎么排 它是不影响你去断的 不影响你去断 公位的话 我们正常的 年 年度 代表什么 父 父 代表祖上 父母 是不是 最简单了 最简单 最直接了 月度 代表 兄弟 姐妹 同学 是吧 朋友 等等 与我这个备本 一样的 都可以用它来代表 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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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配偶 就是你对象 对象 有位家 可以说你的家 最后一个 时度 十度 十度的话 最直接的就是 子女 下属 十度 这个子女啊 这个你的子女啊 你的下属啊 包括你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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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就是公位的啊 一个最常见的啊 一个大概的一个啊 对人事上面啊 人事上面的啊 一个啊 一个 一个归 一个归类啊 这个呢 这个呢 它还有一个呃 时间上面的 这边年住就是16岁之前 这边月住就是32岁 这边日住就是48岁 后面就是以此的推 这个就是48岁往后 就是晚年了 晚年 中年 中年 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它有时间的概念 时空的概念 一个时空的概念 并不仅代表人物 代表时间 同时呢也代表了一个地点 就是空间 代表了一个空间 那这个是大概的 大概的 这里呢 这里呢就是石神 还有工位 后面呢 我们会详细的 再讲一下 石神 石神的一些 代表的相义 代表的含义 就是正观 刚才我们一开始写的 那个正观 正应 正财啊 正财啊 那些啊 这里面还有一个啊 就石神里面的 石神里面的 比方说 这个呢 其实也很好理解 也很好理解 这是我 也可以为比肩 或者是比肩 比结吧 他们的关系啊 他们的关系 其实刚才已经写了啊 比肩 它是呢 生石杀 是吧 比肩生石杀 石杀呢 生财 财 包括正面财 财呢 它是生官杀的 官杀呢 他生硬的 硬的 还要去生我 或者是比结 形成这样一个关系 然后呢 比结 他是去克财的 是吧 硬的 正偏硬的 他是去克石杀 这边是正偏 硬 他是去克石杀的啊 然后呢 石杀呢 他能够去克制官杀 他能去克制官杀 当然了 最后 官杀 他也是能克 比结 其实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 最开始讲的 五行 生克 生克 五行的生克 自化 更深层的啊 就是更分 更分一步的 深一步的 给 给不同的五行 又起了另外一个名字 起了一个石神的一个名字 是吧 一个叫石神的一个名字 正硬 偏硬啊 笔结啊 你该起了一个名字 但是呢 他的理 还是那个理 只是现在这个变了 当然这一块 也是必须要掌握的 必须要掌握的 要不然你这个 看把字 那要跟你说 销螺石 是吧 别不说别的 就说销螺石 那销螺石是什么呀 对吧 你一下子 不能理解 那肯定不行了 那销就是那么 偏硬嘛 是吧 所以就是偏硬的意思吧 偏硬 见石神 一个八字里面的偏硬 见石神 你说销螺石 或者说 七杀公生 那你要说 七杀公生 那你要理解 什么叫七杀公生 对不对 一目日主 见心经 对吧 那就是七杀公生 所以说这块 必须 要熟练的去掌握 因为这个每个 段八字 也好 或者学八字 也好 它是必须要经历的 一个过程 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也很简单 把这块 掌握透了 再把石神的含义 掌握透了 再掌握一些技法 理法 向法 它就能 也就能 就是说简单的 大概的 都能开始断 断一些东西出来 好 这么簡単亚